大家好,非常感谢九龙师傅提供平台,让我们在这里交流学习 首先这个是一个南博士,今年28岁,主相是友基 杨丽生日是在1993年6月25日的12时25分 英日生日是在1993年5月初六的一个五时,年明纳因是见封金 然后呢,整个八字我们可以看一下左边的这个盘 生在鬼友年,戊五月,丁丑日,丙五时 然后呢,我们进行一下能量分析 首先呢,这个八字是在,日元是丁火,在这个五火得令,为这个剑路阁 丁火生于这个炎热的夏季啊,以这个戒水调猴为极 原局呢,有鬼水透出,但是呢,鬼水啊,被这个雾鬼河土了 故而这个鬼水就无力 而且呢,天干都是火,而且呢,雾下面做了个雾 所以说,雾鬼河火是成功的 加上呢,这个五五之行啊,这个火的力量非常大,丑土呢,又为含土 但是呢,火多,这个土就焦了 就变成一气,专万格,大家可以看一下,雾鬼一合了 然后呢,天干都是丙跟丁 所以说,天干就是变成了一气专万格 又得这个啊,十柱丙武,丙武火来出生 则这个整个生啊,这个笔节会比较旺 不过呢,这个洗光沙,至生为极啊 也洗了这个啊,财来生光沙为用 是吧,这个财啊,是来卸身的 啊,也洗,这个十三,卸身 因为呢,这个财跟十三都是克谢号 是吧,这个财 光沙,十三 都是他的一个身强启用 那么年命呢 呃,有金为财 但是呢,有金被无口所克了 也为这个财心受损啊 那么他的明智分析 首先呢,这个五行呢 还是比较齐全一点 但是呢,还是缺了这个木啊 木为这个硬心 但是呢,这个金也是受善 所以说建议的五行补善这个金跟木的一个财 那么过三观的技巧 其实啊,他的一个物鬼和火天干都是笔节啊 这个啊,这个啊,笔节的话就代表了是啊 父亲这一块,是吧 就代表啊,主业贫寒 那命主的返回也是出生会比较贫寒一点 所以说他自己是很用功读书 第二个话就是啊,母亲的功位受伤 而且呢,这个偏财为负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友心啊 这个物鬼一合 上面都是丙丁火 加上这个武火 这个友字啊 就被刻得很厉害 这个代表是母亲功位 也代表是偏财 那么呢,啊,命主的反汇啊 母亲呢,在七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那么父亲呢,有痛风也是身体不好 是吧,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第三个偏财受伤 加上这个,啊,做金差养错 婚姻不好或者结婚 此,命主反汇啊 28岁了还没有结婚 啊,这个啊 学历高的人都是比较迟结婚 但是呢,有的博士生 他们孩子都生了 是吧,还自己还在读博 然后呢,毕业的时候 也是孩子过来照相之类的 是吧,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阴差阳错啊 这个对婚姻的话是非常不好的 那么呢,啊,偏财也是受伤 因为呢,他整个局面啊 是没有正财 以偏财为正气啊 那命主就问了一下问题啊 自己什么时候可以结婚 以及有女友 啊,第二个问题就是 关于视野的 现在这不是研究生在读 未来想从事相关的一个交通 和演员工作 起步的一个地点是在啊 云南目前考虑是否要出国呢 想问一下他的一个命格 是否从事,适合从事这个工作 是否啊,合适跟人家一起合作 还是自己组一个团队 第三个的话就是因为啊 家境贫啊 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继续读博士 想不赌了去养家赚钱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的一个称谷算明啊 首先是三两八钱啊 称谷评是一身骨肉最清高 找入黄门姓名标 带看看降三十六 蓝袍脱去换红袍 啊,然后我们进行一下啊 他的一个性格分析啊 其实他的一切专万格的话 就以他的一个专万格来分析 他的一个性格 其实比较好分析的哈 啊,他的严善格是吧 火气专万格 这个严善格的话就是对人礼貌热情 但是呢,火太烈了 就是性疾,性格疾躁 偏制 偏激,制拗 而且呢,比较容易这个感情用事 做事呢,一根筋不会拐弯 因为呢,这个五行的一个气势都归于这个日元啊 所以说他的精力是非常充沛的 而且呢,容易处于这个领导的一个位置 知情心强,干净也是足的 啊,这个就是严善格的一个啊 性格分析 最主要是要分析他的一个 啊,严善格火气专万的一个性格片 是吧,他的偏财这么受伤的话 这个为人的话肯定也是 啊,不怎么大翻是吧 但是呢,他的一个无无自行啊 比肩能力很强啊 啊,他的一个领导地位肯定会比较好 因为呢,一个领导的话 他如果跟他的下属或者他同辈打好关系的话 那么他这个领导地位就会 会比较容易巩固一点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家庭的一个方面 秘主问自己什么时候 能结婚,已经有女友 首先分析是吧 啊,日做一个食神 未来妻子是个有福气,喜欢享受的人 而且呢,日之为用 这个夫妻和墓啊 但是呢,这个财新授课加上制作这个财墓啊 且授课啊,这个仇物害啊 这个打开了一个啊,木的一个门 但是呢,就会导致他对这个妻子可能会冷漠 而且呢,这个妻子可能会啊,身体不好啊 这个有空玩也代表了结婚会比较迟一点啊 啊,建议的话啊,明年是可以结婚的 明年是什么年呢 明年是,这个润银年 是吧,丁润和墓 过后的话,在2025年这个,啊,以示年左右 啊,这个,因为以示年的话是2025年 这个是世友丑,啊,山和金举呢 啊,怎么说呢 这个命主的话,他还是建议比较迟结婚 把这个事业跟血业放在地位一点 为什么呢 这个命主的话,他的赢差养错 会导致他可能婚后的一个啊 生活可能也是不太好 所以说,建议的话,就多读一些经书 如果说实在明年是想结婚的话 是吧 要去多运动,释放这个体内的一个经历 因为呢,这个,一期专万格的人 是吧,经历是非常充沛的 而且呢,人会比较啊,干臂自用 是吧,就别人的建议听不进去 而且呢,这个火万之年哈,就2025年 是吧,2025年 2026年,都是火万之年 是吧 2026年是丙五年 25年是以示年 这个火万呢,这个才就是要克制自己的一个性格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他想这个家庭美满下去的话 他的性格是需要改变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他的财运会怎么样哈 首先呢,这个,日之丑为这个财户哈 但是呢,这个有金太入,所以说见丑也为入木 也暗示了这个,经厂花销大,为财之事而混扰 但是呢,这种组合的话,一般要靠自己的一个努力 啊,这个,自然富裕 但是呢,这个毕竟有这个,笔节夺财啊 故而这个,钱,财花销也是比较大 而且呢,会容易破财 首先呢,他有一个八字是,食伤贴身 这个身万,食伤为用哈 除非大运都是财运哈 否则呢,见财化水 是吧,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就算今年,是吧 新丑年,这个新来了 但是在他的命局来说了 这个财,虽然是上下通根了 但是这个财依然是一个受伤的状态 因为这个以心冲,是吧 而且呢,就这么火万 你看,这课金啊 这个金兽的伤,会比较严重一点 所以说他,如果想发财的话 还是要,微于他的一个学习能力 跟他的一个学历去做研究 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比肩,是吧 做事比较坚实啊 建议呢,还是,啊 关注在自己的事业来 事业好了话 他的财业质量不会差 那么身体的话 啊,健康的话 我觉得就 不是特别好 因为一期装万格,是吧 特别是小的时候 那这个鬼友 代表的都是啊 青少年18岁之前的一个时期 很容易会有这个咳嗽 发烧啊,肺炎啊等等啊 因为呢,这个年支啊 就代表他,啊 18岁之前到,啊 8岁之后,是吧 年支有金兽科了 在五行当中 这个金代表这个肺部 故而有这个,啊 肺病之类的 小孩时期会有,啊 肺病啊 这多数为这个肺炎 发烧啊 这个咳嗽啊等症状 啊,同时呢 火腕的话 亦有这个心脏 心血脑 心血管 这个疾病 同时呢,要注意这个火腕 土焦 肠胃呢 也是容易受伤 硝神大孕 自己要注意这个健康啊 原来他现在走的是什么 这个硝神大孕啊 乙毛 这个目出现了啊 这个肝胆脾胃的一个疾病 会比较容易触发 这个是他注意身体的一个方面 那么子女的话 他全盘的话 官司阿伟啊 儿女啊 这个火腕 全局呢 偏造一点 所以说这个水会比较容易蒸发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他需要啊 在这个水腕的一个大运或者流年来求职啊 按他的一个啊 八字来说 他的一个儿女心的话 还是相对缘分薄弱一点啊 这个稍后的话 我会给他调理一下 是吧 用师父给我们教的一个方法 是吧 当然是等他结婚了婚之后 再求职了 是吧 按他的一个八字是有啊 两个儿子的 是吧 但是呢 这个误鬼一合了 投胎的这个孩子啊 是没有了 可能是和没了 只剩下这个鬼 这个丑中的一个鬼水 那么呢 要保护好他这个七杀 他才能跟自己的孩子结缘 那么我们进行一下行业分析 是吧 命组问题 现在就想从事相关交通科研工作 是吧 想去先想 首先是在这个云南 但是呢 想考虑出国 想问一下他的一个 是否适合这个行业哈 是否 适合跟别人合作一起研究 还是自己带领一个团队好呢 首先是吧 光沙十三维喜用哈 这个五行数水土 的一个行业都是立命组的 那么丁火命的人啊 就需要示范自己的一个能量 是吧 丁火为这个蜡烛之火 是吧 他需要发光发亮 燃尽自己的一个能量 才能体现他的一个价格 价值是吧 那么呢 他的十三维喜用哈 那么呢 他十三也为自己的晚力 晚辈哈 这个学历这么高是吧 博士非常适合做这个教育哈 这个教育也是发光发热的一个行业 是吧 做老师做演讲 培训啊 从事研究方面也是可以的 首先呢 交通科研 是吧 交通主流动 属水 水能课生 也是喜用的一个行业哈 建议的话就是啊 要稳 是吧 毕业之后呢 能在学校任教或者去一些研究中心 会比较好一点 是吧 不要自立门户 更不要这个合作求财 因为呢 如果他是自己一个带领团队的话 也是不太适合 因为这个笔节这么严重的人呢 这脑子比较容易跟进 是吧 就是无辜他的一个想法 干闭自用 那么不听下属的一个建议的话 会很容易导致跟下属不合 是吧 所以说 不要建立自立门户啊 更不要合作求财 这个 是吧 笔节帮生 也是为祭神了 所以说 就不要跟别人合作求财 那么他的一个贵人就是啊 丙丁朱姬卫 是吧 因为呢 他合了之后 就是啊 丙跟丁 要呢 这个有跟害哈 都是为珍贵人 是吧 这个有有自行 增加财的能量 这个害的话 是正观 也是能克生 是吧 也是他的一个珍贵人 那么呢 他一个喜记就是 用神是啊 水 金 土 祭神是这个火跟木 那么火万的话 就洗水 调和为己 也洗金来这个生水为用啊 金水的力量越强 指着他的一个命局 会越好啊 但是呢 水仙呢 就怕这个 土来克啊 故而呢 土跟水 就不可以同仙 但是土跟金 可以同仙 在地质上 可以建土啊 但是只 适合建这个湿土 不洗 这个灶热之土啊 因为这个 天干都是火 是吧 这个来了 这个灶热之土的话 也会用于火万土焦啊 所以说天干的话 就怕这个土现哈 所以湿土就是啊 成丑 这个湿土会比较好一点哈 然后呢 建议的话 是吧 这命主问了这么多问题 他是否要这个 啊 不读这个博士去养家 赚钱 是吧 首先呢 我的建议是能够读到这个学历的人 都是有福气之人哈 对于寒门弟子来说哈 读书是最好的一个出路之一 已经读了 读到了博一 不差这两年哈 这两年可以啊 后继薄发 那么 我们进行一下 他的一个大运的一个分析啊 46岁走的是什么 是吧 走的是这个鬼丑 认子 辛亥 这个耿虚 这个大运都是不错的一个大运哈 因为都是啊 十三 是吧 光沙 辛亥也是啊 财杀 然后呢 还有这个啊 耿虚是这个 财杀 的一个大运 过呢 他的一个八字啊 中和来说就是啊 后半生是比较 利他的 所以说他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成就 或者成果都是在46岁之后才会表现出来 也算这个啊 大气往成呢 所以说啊 要好好努力就好了 现在这个大运是吧 在年轻的时候要减少对金钱的一个执着 多学习 积累自己 等实际到了 自然成果 是吧 这个他的一个八字 因为是一气装万格啊 他就比较适合去研究 这样东西 研究好了 等实际到 他的一个成果 自然就会有了哈 所以说建议这个民主 按照我的一个说法 去改变一下自己的性格 还有呢 继续读下去 这个是啊 最好的一个建议 那么我们看一下他今年2021年的一个运程分析是怎么样的啊 首先 他的一个辛丑年 那么辛丑年的话 一月是这个啊 耿银月 是这个正财正印 可能呢 从得到一些证书 从而得到一笔 一笔奖金啊 因为这个印代表学习证书之类的 二月的话是这个啊 辛丑月 辛丑月是偏财消印 天干呢 是这个乙心冲 而且呢 会有这个丙心河水 这个毛有冲哈 本命局呢 这个偏财受伤严重啊 这个月呢 会因为钱或者一个父亲出事而不开心哈 要早点去带这个父亲去检查 因为呢 这个偏财也是代表父亲 那么三月的话是啊 润成月 这个正光三光 三光见光哈 为祸百当 而且呢 天干呢 是丙润冲 是吧 这个丙润冲的话就 啊 也代表了是自己呢 会与这个啊 导师吵架之事啊 结果三光 跟这个正光哈 因为呢 他还没有正式工作 自己的领导就是一个导师哈 所以说会有这个啊 跟自己导师 吵架之下 四月的话是鬼四月 这个鬼四月的话是七杀劫财 丁鬼冲 是是有丑合金啊 而且这个是七杀冲生 而且金的力量是很大的 固而这个月呢 可能会为钱财而感到这个压力大 五月的话是这个啊 甲五月 这个甲五月是这个正印笔尖 这个正印笔尖呢 是最主要留意的是 地支这个五五字形哈 这个五五字形笔尖的力量 就非常大 有可能是呢 我们与同学一起啊 研究 学习 研究一些项目 得到一些证书哈 因为呢 这个笔尖 就代表同学 是把这个印 代表是证书 而这个六月的话是啊 乙卫月 这个乙卫月 这个乙卫月是销神 还有这个啊 诗神 那么呢 这个福气被夺啊 不开心的一个月哈 天干呢 是这个乙心冲 而且这个丑味冲啊 打开的是这个财木 这个月呢 可能会因为这个钱财 而产生不开心的一个事情 那么七月的话是这个啊 秉申月 秉申月的话是结财正财 这个月呢 就花销很大了 这个八月的话就是丁有月 笔尖 偏财 地支呢 这个有有自行 财的力量很大哈 这个月呢 因为上面是这个啊 笔尖下面是偏财 这个月可能会跟同卓同学合作这个啊 赚钱 但是呢 分给他的要很多 因为本命局的一个笔结太晚了 是吧 这个笔结晚的话 跟别人一起合作的话 就肯定 把钱要分给别人多一点了 是吧 那么呢 九月的话 这个务虚月 这个务虚月 这个务虚月的是三观之月啊 要注意这个争吵之事多的一个月 那么十月的话是解害月 这个解害月 这个解害月是十生正观 这个月呢 可能会与这个导师吃吃喝喝的一个月 那么十一月的话是这个耿子月 耿子月呢 这正财七杀 是吧 天干呢 这个一个合半斤了 就合不成了 是吧 那上半月呢 容易为钱财不开心哈 因为这个合半的话 就会因为钱的事情发生不好的事情哈 那么帝子呢 子丑合土 这个食神自杀 同时呢 合住了 子与其他自打 这样 因为这个子五是冲 是吧 这个子卯形 子友是破的 是吧 所以说这个食神啊 啊 这个丑啊 这个食神呢 有在饭局上化解这个压力之事哈 可能这个月也是通过这个吃吃喝喝 来缓解自己的压力 是吧 那么十二月的话 这个是福音月 是吧 这个月跟这个流年是福音的 那么呢 偏财 是个辛丑 是偏财 这个以心冲 丑五害 这个月呢 容易为钱财 是吧 不开心 而且呢 同时要注意这个心脏血 也有一个问题 因为丑五害 是吧 也触发了 这个圆局的 有两个五是吧 所以说要注意这个心脏血液的问题 同时呢 这个以心冲 也是冲的是啊 父亲的一个公位哈 要留意父亲的心脏血液的一个问题 有可能哈 啊 我的讲解就到这里了 如果有讲的不好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包含 谢谢大家